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认为博物馆不能同质化 不管博物馆大小 我们都要坚持博物馆的多样性 坚持我们博物馆的特色 那么今天倡导这些理念 在当年一百多年前 从张简先生就能看出来 他是比较早地了解到 博物馆的一些功能和它的作用 但是他是全面了解博物馆的功效 并且创新地把近代博物馆的理念 和中国传统园林做了很好的一个结合 他没有把它取名叫故宫博物院的院 而是草头的一个院 传统园林院幼的一个院 就是通过这个院 他想表达出的一个观点 就是不仅仅在博物馆当中 给公众提供一个文化传播启蒙 和增强人们爱国情怀的这么一个场所 同时还希望人们在这个里面 能够让人们能够感受到 中国传统园林的一个休闲